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转身拥抱 你努力点起脚 触碰瞬间融化我心跳 爱却不愿说 眼神回应我 用半个微笑将我解锁 在水深顶风 写进你的星空 我和你慢慢融化一起脉搏交锁 明圈的未来有你存在 一颗心这样被一人填满 像流星许愿藏在脑海 心痛瞬间定格永远 不会再走散 一落的雪 不会再孤单 牵着你的手 星空围着我旋转 遇见的未来有你存在 一颗心这样被一人填满 雪花都徘徊不愿离开 见着我山还不变得青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点 控制好速度啊 重心要低啊 快 活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地方 事先活动一下 我现在看见雪 就天旋地转的晕 老伙子 你是不是受不伤啊 以前手臂摔过 同雪啊 是一种心理因素 当你在一个速度 出了事故 受了伤以后 你再到那个速度的时候 心里就会告诉你 我控制不了了 所以说 你在初级道滑得 可以如鱼得水 一上中级道 速度一起来 你就害怕了 来 我们继续吧 好不好 嗯 来 慢点 我扶你 好 可以的啊 只要你的重心往后 重心 雪照拿好 这个小伙呢 是个好瞄子 很有天赋 谢谢您鼓励他 没有上男的例子 他也没有这么快刻刻恐惧 都是喜欢滑雪的人 有经验就要一起分享 一起玩才有意思 之前没有见过你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雪场吗 对 我也是看朋友圈里边 大家都在讨了你们雪场的变化 我就很好奇 过来体验一下 确实有心 感觉怎么样 不错 很不错 米丽 雪场教练 好 来 重新认识一下 我们公司是做体育用品的 也会赞助各种比赛 今儿看你们的比赛 真的很成功 如果说后续还有比赛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合作一下 你们打算赞助比赛 对 我们之前已经办过几次了 现在是想找一家雪场 长期地合作一下 特别像你们这样 新人 新思维 一切都是新人 好 可以聊一下 小陈今天突破自我了 他应该完全走出了 去年衰老的阴影 天哪 我第一次发现 教练竟然这么神圣 就像医生治好了病人一样 干嘛你给美的 我应该再买 几本心理学研究的书 回头再开一个创伤治疗班 我怎么这么有经济头脑啊 你不用那么着急 走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受药体不就是个教练 带小姐 找个什么事 我可是有家事的人啊 别诱惑我 你是比沈莫高啊 还是比沈莫帅啊 你哪儿来自信 我比沈莫有味道啊 一股麻辣烫门 你别闹了 什么事儿 推销青山学厂的年卡 你每推销出去一份 不仅青山的奖励给你 我单独再给你一份 那咱们先把条件说好了 本少爷卖乙不卖身 你少废话 所有的业绩算在我的名下 我只要命不要钱 行吧 成交 加油 真没想到 几天的时间 年片卖得比去年一年还要多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设计的方案 辛苦了 怎么样 一样的工资 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安慧 你比梁好川都厉害 什么 就我现在这业绩 我在学厂横着走 没人敢拦我了吧 请走 真有点事儿 乔巴还没他 你要再夸过他 没准又多四张贵宾 行了 既然他美一美吧 好不容易也算是为学厂 做了会贡献 李教练 控制速度 李教练 刚刚下课在我花生中去到 好爽啊 又紧张又有点刺激 好感觉 我以后都不会再会出几道了 对了 我刚刚听下课打电话说 准备什么赞助比赛的事情 怪不得下课认识那么多话去告诉我 才说 我很有天赋 你说 如果我加紧训练的话 能不能参加奥运会啊 行啊 加紧训练去吧 好 好 李教练 你怎么在这儿呢 您之前说了赞助比赛的事儿 我想问一下 对学厂赛道都有哪些要求啊 业余爱好者的比赛 以娱乐为主 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这次比赛 是哈士奇科技全部出资 需要学厂投入多少 以往都是我们出奖品 做宣传 学厂负责装饰 布置 至于广告收入 咱们是按比例分成 你有没有休息跟我见见老板 见老板 没问题 走 现在就去 好嘞 沈总 米家练刚才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 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这么和您说吧 其实雪季初期的温度和雪质 都非常不适合办比赛 你别拒绝得那么死 我觉得这件事有利没弊 况且夏哥说要是合作得好的话 还要在咱们学厂租店面呢 办比赛比你想得那么简单 有夏哥呢 他会帮我们的 看来你们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啊 这次就像这样吧 下次有机会合作 好 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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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拒绝得这么干脆啊 比赛不是小事 这张总 他只出一个冠名费 包括提供一下选手的礼物 其实青山要承担太多了 而且 这个什么张总的底细你了解吗 他如果真想投资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干嘛通过你啊 旁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也是聊天聊起来的 我又不是没脑子 我提前查过他们赞助的比赛 合作的都是不错的学厂 前两年银河学厂的比赛 也是他们赞助的 应该靠得住 你就是戒备心太重了 我觉得举办一场正式的比赛 对咱们学厂是一个提升 况且是专门为学生举办的比赛 肯定收欢迎啊 小陈他们那帮孩子都可支持了 那我再考虑考虑 这个提案沈默上次不是否定了吗 我哪是青年放弃的人啊 我打算做份小细的计划书给沈默 好样的 赛道要求呢 赛事流程呢 安全措施都有哪些啊 输入来源呢 学厂都要求怎么配合呢 啊 谢谢您啊 后面还有学生的场地鉴定 沈总 这次赛事由我们公司冠名 赛事的冠军不仅有奖金 还有可能成为我们公司的代言人 其实比我们学厂更大 比我们更有名气的还是有不少的 您到底是看中了青山哪一点呢 想必沈总已经对我们公司有所了解 我们公司的老板是运动员厨神 他现在做生意不单纯是为了赚钱 而是想为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做一些事情 至于为什么赞助你们的比赛 主要是欣赏你们对于青少年滑雪爱好者的培养 所以说 这个世上有心的人还是很多的 那感谢您这么看得起我们 还做了一份这么详细的策划案 能和贵公司合作 是我们的目净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所以 你是同意了 您觉得这份策划书怎么样 内容详实 而且对于青山的针对性非常强 米教练做的 米教练下功夫 主要还是您的功劳 我这两天打电话把您烦得够呛吧 总算没白费力气 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下个再见 好 没想到我们米教练还有这个本事 你小瞧我 之前你老说 我不能只把自己当教练 我还觉得你是对我要求高 觉得自己除了教练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看来 我还是很有潜力的吧 那当然了 对了 今天是咱们为了想竞争奥运志愿者开的第一期大课 我得赶紧去准备 顺便告诉他们可以比赛的好消息 好 你慢点儿跑 你慢点儿跑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能有这么多人 确实啊 人是真不少 这样 我怕你教练顾不过来 你去找两个面课的教练 过来帮忙 好 挺直 膝盖弯曲 教练 为什么我们都是双板 不能学单板吗 双板学起来比单板容易 上手快 可是我觉得单板比较酷 大家来上体验课 是为了学习滑雪技能 竞争冬奥志愿者 而不是为了展现个人技巧 如果你们想耍帅半裤的话 欢迎报名我们学厂专业课程 学版不能叠在一起啊 米粒 我来帮你 好 大爷这帮大学生 一点都不与带小孩轻松 个个有主见不听话 稍微掌握点皮毛 就不知道危险了 看把我们家米粒累的 来 喝点水 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害我一天被投诉好几回 被投诉 到处找不着教练上课 害得被学员和家长埋怨 对不起 学生们太积极 有的时候下课了 还会拉着教练做指导 害得有课的教练 没办法按时上课 之前青山是教练等学员 现在是学员等教练 人家是花钱来上课的 能乐意吗 你周末人最多的时候 你不去上课 学长赚钱也就算了 你还连累其他教练被推课 你是隔壁学长派来的吧 体验科是我安排的 教练也是我让去帮忙的 如果你做不好你的工作 可以走 学长不是你用嘴扯动的地方 沈默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到头来因为他数了我 这件事是我安排的不够周到 以后再排课时 一定以学长的课程优先 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 我不吃你这套 老辉 对不起 没事 不是你的错 是我安排的不到位 这样 在公众号上我们发一个通知 以后体验课现外参加 辛苦我们家米粒了 芳芳 芳芳 我渴啦 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久 住到 沈默请我回去为止 那如果她不请你回去呢 怎么可能 除了那俩门票收入 他们还有什么 学长的业绩全靠我呢 她要是不请我回去 那我就赖在这儿不走呗 无所谓 反正明天我出差 你爱住多久你就住多久 怎么啦 怎么了 青山要举办滑雪比赛 你知道啊 她用米粒联系的 米粒还能促成赛事 人家是资深学友 又是滑雪教练 有什么不可以的 干嘛去 不行不行 不行 我这么回去太憋屈了 我倒要看看 没我在这个比赛 他们能办成什么鬼样子 你看我干嘛呀 倒水倒水 知道 好的 行 好的没问题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是赞助的事 这次比赛啊 真的是让咱们跟学长 都松了一口气 谢谢亲爱的 你知道吗 这是雪季以来 我第一次 这么踏实地看着雪道 之前总怕自己 设想得太好 完成不了 现在呢 你可以好好的看 舒舒服服地看 我陪你一起看到日落 对了 等会儿容红的周总 还要过来 确认一下多些时间呢 等广告商资金都到尾 就可以付工程款了 您也不用担心 容红了查账了 陪你 眉险的万项不仅并购了嘉瑞 连衡阳一起收钩了 不仅如此 万象连学场的下级项目 都已经做出来了 比我们青山有吸引力太多了 新建了儿童乐园 还有度假温泉 咱们有的项目他们都有 而且还有游泳保的球馆 和射箭馆 万象不是和我们的 规模差不多吗 怎么突然有能力 收购了两家学场 他们周末开业 不会对我们的比赛 造成影响吧 我也担心这个了 关键是 他们开业主推 针对学生的大力度优惠 咱们很多广告商 都是奔着比赛来的 要是当天没有热度 肯定不会再跟学场合作 如今只能请 正总那边 多加强学生力度了 当然是真的了 今天好多客人 私下在议论 你看 万象的宣传册 都发到咱们门口了 这么嚣张啊 本来我还庆幸呢 他们学场 今年冬季没开张 这下倒好了 大抵当钱 还不够 那您的意思是 把青山学厂 资金出现漏洞的事情发出去 说青山学厂的资金 不能支持正在线的酒店式公寓 可现在是东西期 只要青山解释一下 就会堵住叶楚的嘴了 荣衡那么大的公司 是不会愿意冒这个风险的 消息的真实性 他们自然会去印证 那恩惠 先不管他 怎么会这样啊 酒店停工分明是因为东歇 夜主可不管东洪东歇的 一早上学厂电话都被打爆了 关键是人家爆的料没错 你连反驳都没法反 学厂出地 投资款是为了多要房子出的一小部分 不是已经卖掉一小部分房子了吗 还不够吗 你问我我问谁啊 为了赶雪基 资金大部分都用到了雪盗建设上 夜主情绪举动根本不听解释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东西 试试找荣衡 两家一起发声明呢 怎么做 账上有钱吗 你是不是巴不得荣衡来查账啊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 你说你没本事 你非办什么比赛啊 现在好了吧 你怎么来学厂了 和沈默讨论一下学厂网站的事 比赛的事我听说了 万象的开业分散了青山的客流 连带影响了比赛的关注度 学厂为了比赛 画得大脚前一早去 现在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了 都是因为我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们预前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要不是我要坚持举办比赛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都是我 是我太想证明自己了 我不信任会做到的事情 我做不到 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除了教练 我别的事情也可以做好 是我的私心 害了学厂 没事 不要胡思乱情 小沈 学厂最近负面消息太多了 这样会影响到荣衡的声誉 我是项目负责人 万一有闪失 我要担责任的 还有 我看了项目公司的财务报表 你们青山滑雪厂 应该支付的三期工程款 至今未到账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真遇到私心问题了 是 学厂改造工程 要在雪季来临之前完成 所以现在 除了自己用在了雪岛改造上 不过您放心 在春季复工之前 我们一定 资金缺口是多少 三季以后的资金 我们还正在出错 你当初的承诺都是空话 好 真好 我在这行里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 骗也能像你这样骗得 大意凛然的 当初信任 项目公司由你们负责 你真让我失望 学厂的收入完全可以承担复工后的费用 你们学厂还有收入吗 客人都被万象抢去了吗 容恒会派调查组过去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盘电话接我 要是友谊躲着 打通了也不会跟你谈 那我也得试一试 你这几天 就差住在荣衡门口了 看来他们是下定决心了 我们得赶紧融资 谢了什么 在规定日期内 补上三季工程馆 荣衡全面接受 项目公司的行政和财务 按照合同规定的入资日期 支付为远金 如果做不到呢 按照之前的合同 那工业底 名利呢 在教练厂 今天那有课 这个事先别跟他说 我怕他钻就掉劲儿 沈老板 白总 您怎么来了 想和你谈谈 您这边坐 好 滑雪场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做生意 有时候就是这样 运气不好怪不得谁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对滑雪场很感兴趣 有意收购 不光收购青山花月厂 包括你的债务 我也一并承担 你只需要开一个合理的价位 就OK了 为什么 很简单 远离安晦 一辈子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在英国给你买一栋别墅 别急着答复我 好好想想我的提议 你的员工跟着我 他们会有更好的待遇 我不能够买到 你可能会出现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那么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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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眉毛都记住周文了 不舒服吗 学长是我爸妈留给我的礼物 而现在我连这点东西都能收不住 任鸿要什么都可以给 但再给他们也拿不走学长 不过是些房子 别太沉默自己了 我就要让我父母失望 没让我爸 离开了身世 我什么都不是 你是沈默 你还用我 你还用我 不要离开我 我只有你了 不会的 这辈子 我就赖上你了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离开学长 你会愿意和我去英国生活吗 英国 你英语好 应该好少工作 或者你想读书也可以 我养你 等我们安顿好了之后 就把父母接过去住 出什么事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没有学长 没有责任 只有我们的未来 是吗 愿意 当然愿意 无论你去哪儿 我都会陪着你 逃避 解决不了问题 不论最后结果是什么 我们都一起面对 好吗 我算什么 我到底算什么 我都会胡言 百句哞 我们好象地在这里 你做我 我不论 值得。 我想论懂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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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